那么接下来如果你要调大小 你要直接调大小的话 直接调大小的话呢 你就这边上面有一个 这个是缩小 这个是变大 比如说人太大 你要缩小 你就点一下缩小 然后在人身上 点一次就缩小一点 点一次多 你就可以多点几次 他就会缩 缩到你要的大小 缩小放大完之后 滑鼠在外面抵一下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说到你要的大小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一个 这一个妹妹 她这边有很多造型 对不对 所以 好 这等一下我们再讲 好 那这里也会有声音 所以你去播放声音看看 她会有她的那个声音 这个爆爆爆的声音 其他声音也是可以录音 也可以加了 我们之后再讲 好 先来看一下 层次 层次呢 它这边很简单 它就是用中文的很多积木 那你把它堆起来 它就会按照你指定的方式去做动作 比如说 但是 两种用法 第一个 如果你要直接测试这个积木 你直接在积木上快点两下 有没有 它就移动十步 有看到吗 看到吗 这个叫做十步 因为它的十步呢 是指在画面上的点数 点数 好 那如果呢 你要旋转 这是 顺时针 你就点两下 有没有 它就转速度 点两下 它就直接可以测试积木 但是如果你要把程式写起来的话 你就要把它拉出来 拉出来 好 拉出来之后 快点两下 这个也是测试而已 你真正要把程式写上去 要加这个东西 事件里面 有一个当率期被点一下 这个是程式的开头 那有这个程式之后 像这个都是程式的开头 有这种东西 你按绿期的时候 就是导演说 action 开拍的时候 它才会开始动作 好 它才会动作 好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程式啊 它这边都有颜色 帮你做好颜色分类 所以如果你要找动作类的 就点蓝色的 它这边都是动作类的 找外观变化的 就都在紫色的积木里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很多种分类 那那个控制程式 开头的就是在事件里面 那你要控制它 什么情况怎么做 什么情况怎么做 就在控制里面 那你要侦测 有没有碰到什么颜色 有没有碰到哪个角色 或者提问题 或者是侦测那个网络摄影机 有没有什么动作 都在这个地方 侦测 然后这里就是需要一些运算的时候 比如说 被妖怪打到要身体健康要减一 或者我打到 飞机打到那个 打到妖怪 要加十分 都在这边做运算 好 还有一些处理声音的 处理画画的 还有这个资料 要做变数做处理的 这我们之后再讲 这是他的画面 好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程式 我们先直接让这个 我先把它删掉 我直接用这一个人 那这里有两个角色以上 对不对 如果我今天要叫他来做动作 那我要把角色选到他 这时候这个程式是他的 那如果你点到他 这时候写的程式就是他的 所以你要叫谁动 程式要写在谁身上 那一个圈要怎么动 来我们看一下 好当我滤起点一下的时候 我就叫他一直移动 好面向右边 这个是右边 90度 我让他面向右边 然后移动 然后呢 我希望他一直移动 一直移动在控制这边 有一个重复执行 看到吗 好那你要一直移动的话 就把移动拉过来 丢进去 这样就是一直移动 他会一直重复里面的东西 好把它堆上去喔 好开始了喔 他就一直往右边移动 对不对 你看我把它拉过去 他还是一直往右边移动 对不对 好那因为画面在这里 他只有往右边移动 遇到最右边会卡住 对不对 那所以动作里面还有一个 叫做 碰到边缘就反弹 把它夹在移动里面 他每走时步 就会检查 有没有碰到边缘 如果没有 他就继续移动 如果有 他就 就会反弹 好我们来看一下喔 有没有 怎么变得 有没有 一直走一直走 碰到边缘就反弹 好一直重复 好...来换你喔 你要玩 拖鱼 拖鱼